我也很焦虑 最近张岚可以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事业接连遭受重创 先是被媒体爆出海外欠债9个亿 随后麻六计的酸辣粉又在315被点名批评 最要命的是 在这关键时刻 她的金牌运营孟赫居然跳槽了 还挖走了20多名古败 一时间网上议论纷纷 据了解 孟赫曾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还担任过少儿春晚的主持 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 2021年加入张岚的直播团队 那时候的她是以主播的身份出现的 平时主要负责麻六计的销售工作 只是那时候 张岚的麻六计还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一直到了2022年 汪小飞和大S的离婚大战打响 张岚为了保护儿子 直接把直播间变成了战场 一言不合就开喷整个雪茄 也让战岚一战成名 不仅带火了直播间 还让麻六计营业而直接起飞 编风期的时候 张岚一个月直播96场 带火箭额高达2亿 一下机身头部主播 这是孟赫的身份 第一次发生了改变 她由主播变成了助理 主要辅助张岚直播 但没多久 孟赫的身份又发生了改变 助理慢慢换成了萧萧 她彻底退居幕后 当起了运营总监 但张岚母子依然很器重的 经常称呼她小孟老师 私下聚会也经常带着她 王小飞甚至会亲自涮火锅给她 可见对她还是非常器重的 如果一直跟着麻六计 相信王小飞肯定不会亏待 但孟赫似乎有自己的打算 她早早地就为自己独立门户所铺垫了 有网友透露 孟赫曾在直播间 给其他品牌的酸辣粉带过货 被张岚发现后 只能被迫从直播间撤离 从那以后 她账号主页的剪辑 也由战岚团队慢慢变成了 张岚汪小飞直播助理 兼麻六计运营负责任 再到现在的麻六计0-204万粉操盘手 无意不再暗示今天的离开 而她深知流量的重要性 要想另且炉灶 必须吸她一波粉 于是从2023年开始 她便不动声色地往自己直播间引流 靠直播麻六计的话题 吸引了不少粉丝观看 也许是觉得时机成熟 3月14日 她突然在自己的直播账号发布视频 称账号最后一班告 并艾特的几名同事 后来这几人全部跟着孟赫跳槽 其实跳槽是每个职场人的权利 但孟赫千不该万不该 在评论区打脸张来 但有网友质疑她带走了6个人时 孟赫居然洋洋得意地纠正网友 是带走了20个 不是6个 这副吃相实在南海 评论区全是骂她白眼狼 落井下似的 也许是害怕被带节奏 她随后开启直播 澄清自己并没有挖墙角 还说自己和张岚本就是合作关系 不存在上下机 但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觉得孟赫是飘了 真以为马六级是她带火的 要是没有张岚 谁认识你啊 但也有网友表示理解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没有不散的言习 就在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时 张岚的心腹助理洋洋 深夜开启直播 怒喷有些人别得了便宜寒买官 做人要厚道 我也一直在这么要求我自己 我在要求别人的同时 我先把我自己要求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说的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在大家等着看张岚如何反击时 她却在直播间溅起了身 丝毫没有受到负面情绪的干扰 本事本算计了 那算你别人不丢人 对吧 是分明你好啊 你猪养肥了嘛 那狼来了嘛 那你怎么着呢 不得不说 张岚是真的拼 64岁的年纪了 家庭事业几次大起大落 她仍然不忘初心坚持创业 就冲她白手起家 没有任何背景 不欠员工工资这一点 我也要给她点一个大大的赞 至于孟克 既然你选择了更好的发展 就请别再蹭麻溜记的流量 好好经营自己的团队就好了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有怎么看的 欢迎评论区永远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